這個單元我們要來介紹高中的意維數據分析裡面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 就是資料要去進行線性評移 那所謂線性評移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這個線性評移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它其實是一個很單純的動作 比如說我們有三組數據 我們得到的三個數據分別是一二三這三個數字 可是我對於某些目的我對於這一二三 我要把它做一個簡單的改變 我必須要把每一個數字去乘以二再加上一 所以這時候所謂的一二三這三個數字就會變成 原來的數字是一二三 我們給它去做一個乘以二再加一的動作 所以它就會變成三五七會變成這個動作 因為它乘以二是二加一變三 那乘以二它加一又變成這個動作 那經由這個簡單的動作呢? 我們就叫做線性評移 就是這個Y等於A乘上每一個資料再去加上B 那以剛剛的例子來講 A就是2 B就是1加1 乘以2再加1 那再舉一個生活上常見的例子就是 班上整個考完之後呢 所有學生的成績普遍低落 然後我們呢 可能老師就佛心來了 跟所有其他班級的每個老師呢 都溝通好開個會 那我們就做一個線性評移的動作 讓每一個學生 整個班上的學生的成績分布 可以平移到合理的一個分布範圍內 那舉例來說呢 就是如果是20分的呢 我們就把它去乘以2 再加上30 那20分乘以2就變40 加30它就變70分了 那在這種有所限制 我們不能夠讓最高分突破100分的一個範圍內 那在總而言之呢 這個就叫做所謂的 我們把原始的data做一個線性評移 那在這裡呢 我想說先把線性評移的結論 我們先把它講出來 有了結論之後呢 我們做一個數據上的現象描述 我們有了現象描述之後呢 我們最後來做一個叫做證明的動作 我覺得證明的動作呢 我故意把它擺到後面 因為所謂 有時候我們在學數學的時候 一開始我們就碰到證明 可能一證明起來很多學生 頭就大了 對數學就可能就失去了信心 或者失去了興趣 那我們倒不如反過來去思考 我們為什麼要做這些事情 原因是什麼 我們要去做一個評移 評移呢 結果會發生什麼事情 再來呢 普通平常遇到的現象又會是怎麼樣 得到的結果會是怎麼樣 再來我們再去做證明為什麼線性評移 在所有的數字上可以造成這個結果 那這是我們的一個簡單的一個 逆向思考邏輯 那我們就開始來介紹一下結論 如果說今天原始資料 每一個資料都叫做Si 那I可能會從1啊一直到到到 看有幾組數據 可能有N組數據都可以 再來呢 我們去把這原始資料Si呢 全部數據去做Sigma 做加成把它全部加起來 再去除以N 那除以N之後 我們就會得到一個叫做 原始的平均分數 叫做μx 那麼有了原始的平均分數μx之後呢 我們經過一個簡單的公式 我們之前有談過有兩個公式去做利用 第二個公式呢 是做一個 我們要去求標準參 也就是說Sigma 我們可以用兩個公式來做證明 一個是除以N 然後Sigma呢 i從1到N的Si 減掉μ 每一個都去跟標準它相減 相減之後的平方和做總和 總和之後再去除以N 這是一個方式 那另外一個方式也是推演而來的 就是針對每一個數據 i從1到N的 針對每一個data的平方 做了總和之後去除以N 再去減掉我們所謂的平均的平方 這兩個方式都可以得到我們所要的標準參 好那這樣子呢 我們這就是原始的一個所有的資料 那麼再來呢 我們就把每一個資料去乘上A 再加上B 那得到的結果就是 平以後呢 每一組的分數是多少 這個很簡單 每一個人 譬如說我原來是5分 那老師會把我的分數乘以2 再加上20 那5乘以2就是10 再加20就是30分 那我就是進行這個 那這個a就是2 b就是30 因為我5分 5分乘以2得10 10再去加 那yi就是asi加b 就是這個意思 那每一個分數呢 每一個新的數 new data 每一個新的數據呢 都會乘上 把原來的分數據乘上a加b 所以對每一個人來說 每一個data來說 a跟b都不會變的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會得到一個新的平均 平均data的一個average的一個數據 所以新的平均呢 就是μy 那μy呢 會完全遵照這兩個係數再走 所以μy會等於原來的平均分數 去乘上a加b 所以說如果說今天我是5分 5分去乘上2 是不是10分 10分呢再加上30分 我就變成40分了 那我原來的平均分數 如果今天這一班的平均分數 是50分 欸太高了 那如果說原來的平均分數是10分的話 那10分的話 這邊是不是乘以2 那10分乘以2就20 20再去加上30分 所以這時候就 平均分數就變50分了 所以這是新的平均分數 這是原來的平均分數 事實上只要把它帶入原來的這兩個係數就可以了 再來呢 我們會得到新的一個標準差 那新的標準差呢 只被一個係數所影響 就是跟在xi前面的一個係數a 所以呢 我們因為標準差基本上是沒有負數的 所以但是呢 我們在做平移的過程當中 原始資料不一定a跟b都是大於0的 所以呢 新的標準差呢 就是把xi前面的a呢 做一個絕對值 取絕對值之後再去乘上sigmax 這樣子就可以得到我們所謂的標準差 那我想這個就是我們整個資料平移之後的所有的一個結果 那這個結果呢 在考試非常有用 簡單來說就是三件事情 每一個人的分數 或者每一個data呢 只要照著你的平移的遊戲規則來進行就可以了 去乘上a x i 加 b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 每一個新的平均分數就是原來舊的平均分數 去乘上a加 b 遵照它的遊戲規則 再來呢 新的標準差就是原來舊的標準差 去乘上原來a去做一個絕對值 也就是說它會被新的標準差會被原來的一個標準差 調分的那個a呢 取個絕對值再去乘上原來的標準差 就是新的一個標準差 我想這三個重要的結果 只要同學掌握住就可以輕鬆的拿分 以上是這樣子 加油